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这段日子 我第一次思索 要是换一种生活 是不是也很好 月下真是冰雪聪明 我们下了这么多局 我可是一局都没赢过 你下哪步棋 尽在我掌握 我还能赢不了你 明日我们继续 不了 我这一局都赢不了 你有没有发现 下了这么多天的棋 你的痛处好像减少了很多 确实啊 这腰带好像松了不少 月下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 还愿意陪在我身边 不计较我过去的不堪 谢谢你 让我明白温柔甜淡的时光 竟胜过神魂颠倒的日夜 谢谢你懂我 谢谢你懂我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挤人 闻人能遇见默契非凡的月下 已是不枉此生 闻人 也谢谢你 在我人生中 留下这样一段和煦的回忆 我过去 一直想做四季第一的恶煞 可这段日子 我第一次思索 若是玄生神君复归醒来 会比现在的你们喜乐吗 今天的蔬菜格外新鲜 那不如我们今天炒个青菜 再烧个醋鱼如何 你呀 总能说到我心里去 你呀 你呀 醋鱼甚好 我来烧 是我太自私了 只顾着让月下伴我左右 我腰间这法器 若是一直不得及 岂不是误了月下终生 我今日上街的时候 碰到了柳蓉姑娘 你可有想过 让她给你解了这法器 姑娘们 对我恨之如故 怎么会心甘情愿地 为我解除呢 若是他们知道 你已经改过自新 会不会改变想法 那不如我陪着你 去和他们一一道歉 月下 既然是我做错了事 那我就应该去承担 我自己去